由到周末,今天要讲的是美国通胀,究竟什么时候会由高位回落呢? 现在美国通胀率高达8.6%,而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胀是6% 联储局虽然没有说明,但一般相信目标的核心通胀率是2% 究竟什么时候通胀才会跌到这个水平呢? 美国通胀就影响了联储局的利率政策,而美国的利率政策就牵动了美国经济,以至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美国的通胀水平和预计未来的走势究竟会是怎样呢? Hi,我是二二,我会在周末分析一些经济投资议题,如果内容有用,请你点赞和订阅 另外,有一个年回报可以做到20%的价值投资系列,一共10个短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描述栏或playlist观看 这个短片会分析,美国通胀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由高位回落 我之前曾经在这个短片谈及美国的通胀问题,主要观点就有两个 第一,很多人误解通胀是印银子印出来的,错了,事实上是通胀是加人工加出来的 这个可以轻易由美国在十几年前开始大量印钞 但是通胀一直都没有上升就可以看到了 第二,我当时估计美国通胀应该就快会回落 所以联储局的加息幅度也应该不会太高 现在回头看,第一个观点当然是仍然正确 因为经济原理是不会错的 但是第二个,即是通胀就快会回落,估计错误了 当然啦,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当时不会知道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 而将石油价格进一步推高 我们应该记录自己的看法和事后情况做一个回顾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我其他事前分析和事后结果 可以看这个短片 我们讲回美国的通胀问题 既然通胀是加工仁次 这次通胀问题究竟是谁加工仁次呢? 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当中组成部分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住屋开支 第二,就是能源和食品开支 第三,就是其他产品和服务 所以美国现在通胀那么高 就是说有三组人加多了人工 首先就是美国的业主 第二,就是从事能源和食品生产的国家企业和员工 至于第三部分,其他行业因为涉及很多不同的行业和因素 但由于员工薪酬往往是成本的最大部分 所以第三部分可以从整体员工薪酬作为一个指标 不如我们首先看看能源价格 这个图里面我可以看到 油价在2019年到现在 经历了疫情初期的急跌 之后又急升 那这个如何影响通胀呢? 通胀数据一般是用一年做单位的 即是说今天的价格和一年前的价格相比 这个就叫做通胀率了 所以分析通胀就不应该只是着眼于今天的价格 以及未来的走势 也都要看回一年前的价格 即是基数了 举例,油价在2020年谷底的时候 之后几个月就急升了70% 升到55美元一桶 但如果以年升幅来计 因为当时的一年前 即是2019年年底 油价是70元一桶 所以即使几个月里 油价升了70% 但当时的油价通胀率 其实仍然是一个负数 那运用这个原理 如果我们假设 油价持续停留在现在这个高水平 不再升也都不会跌下去 那究竟油价的年升幅 未来的手势会是怎样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里可以看到 现在的油价年升幅 即是油价通胀 仍然是高过50% 但预计去到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 这个升幅就会明显下降了 这个分析是建基于 油价维持在现在的水平 油价的通胀去到今年年底 就会明显下降了 另外由于俄乌战争就今年2月开始了 那当时令到油价进一步攀升 那如果假设这场价没有发生 而油价就停在2月份的水平 那油价年升幅的走势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答案就可以看这个表 图里面可以看到 在这个情况下 油价的年升幅应该在今年年中开始 即是现在 就会明显这样回落了 那所以俄乌战争绝对是通胀到现在 仍然持续高企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那如果我们看食品价格 例如小麦呢? 看来的情况和石油价格的情况都差不多 那另外家人工的呢? 就不只是生产石油和农产品的公司和员工 也都包括负责运送这些商品的公司和员工 那如果我们看一个叫做波罗的海货运指数FBX 这个指数在2021年就出现上升了 但这个上升应该就没有这个图里面看得那么厉害 因为这个数据在2021年7月之前 据称是有些问题的 但无论如何 如果我们看这个运费指数 由于现在的年升幅 就是和2021年6月比 所以仍然有轻微的升幅 那运费上升哪个加助人工呢? 如果我们看全球其中一家最大的速递公司Federal Express 它的财务报表就可以看到了 它在2021年呢 营业额就升了21% 如果看回它的员工的薪酬呢 大约都有这个升幅的 但其他开支就升幅 轻微 所以这个margin呢就倍增 而利润呢 升了几倍 那员工是家长人工啊 但是工作量多了 也都要冒险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开工 股东的人工呢就升了几倍 但是不用做 那看来都是做股东好些 所以日后我们如果想看利息和通胀前景呢 除了看Federal Reserve 即是联储局 也都应该要留意Federal Express 起码Express呢就很乐意表达嘛 Reserve呢 说话有保留啊 那说回来吧 这个运费呢 其实在上年10月呢 已经开始回落了 那所以如果根据这样去推论呢 运费的年通胀 在今年稍后呢 就会开始出现通缩 即运费比上年同期是便宜了 那这些数据和分析就可以知道呢 其实通胀当然就不是由于货币政策啦 而是由于油公司和货运公司 员工和股东齐齐加人工 那加息压通胀呢 其实是有点弱石乱头啦 那因为如果没有疫情和战争呢 就算中央银行印几多银子出来 油公司和运输公司 都不可能无端端坐地起价 而仍然有很多人帮忙嘛 另外 业主加人工的情况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看美国租金指数 由2010至2020年 平均每年就升3.2% 2020年和2021年就分别升了1.8%和5.2% 那可以看到 虽然2021年租金升幅就明显高些 但其实只是补回在2020年因为疫情而应加未加的租金 那因为2020年疫情当时失业率急升嘛 但失业人士就搬回去父母家中居住 需求减少 那租金就肯定是升不了多少 那当2021年政府派钱 失业率又急跌 那民众就重回工作崗位 那他们就纷纷再投入租务市场 租金升幅就大了很多了 那预计这个情况就不会再持续 因为呢 大多数人已经完成了这个生活重回正常状态 就是反转再反转的这个过程嘛 那最后美国民众的家人工情况又如何呢 那根据劳工部资料 由2010年至2019年 美国人的工资平均每年就升2.5% 2020和2021分别升了2.8%和4.9% 虽然升幅比较快 但是由于2021年的通胀都很高 所以其实工资实际上是跌了些的 那所以 从分享经济成果的三种人去讲 撇除外国的企业不算啦 由于疫情和战争的混乱当中 拿到比正常更高收入的就是企业的股东 业主的收入就不便 员工的收入就下跌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美国整体企业 在2013至2019年 盈利平均每年就升4% 但是2020至2021年 每年是升10% 所以根据上述的数据和假设 国外以至国内的企业 能够再坐地起价盈利上升就应该不容易 业主方面 当然租金升幅也估计会重归正常值 所以现在最值得追落后 和继续加多些人工的就应该是工人了 但问题来了 通胀就是加人工现象 而能够令通胀由于一些特殊事件引致的过度性现象 变为恒常上升的现象 正正就是劳工的工资加幅预期 一旦工作人口形成了高的通胀和高的家人工预期 通胀就会成为比较长久的现象 尤其现在美国劳工参与率比2020年疫情前 更低大约1% 即是仍然有大约150万人 是未回到工作纲位的 劳工的议价能力就应该比较高 但如果我们被这件事发生 就会出现两波纲屏 更重要的一波游戏的情况 所以联储局现在大幅加息 和发出强硬言论 就尝试压抑经济和商业活动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在公司现在和员工讨价还价 里面就给资方有个藉口 就是说员工啊 现在经济不好啊 未来可能更差啊 我怎么可以加到那么多人工给你啊 联储局呢 就应该不是真的想经济衰退 而是想利用加息和强硬言论 令到未来很重要的半年里面 人工升幅压到最低 再加上能源价格和租金升幅放缓呢 通胀就受控了 如果这些假设和想法正确呢 那美国通胀就应该在今年底至明年初明显回落了 多谢大家将这条片到最尾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想尽快财务自由呢 我有一个年回报达到20%股票投资方法 一共10个短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playlist里看 如果你已经相信股票是最佳投资资产 就可以直接由第九个短片开始看了 另外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支持这个频道 我的短片里面的分析很多会涉及一些数据和模型 这些数据和模型的excel档我会放在patreon里面给大家参考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刚才短片的内容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和最紧要订阅这个频道 拜拜